我爸妈的那个证件呢 办回来了 我妈妈刚才去这个取回来了 我妈不只把证件取回来了 还拿了一样东西给我 这不是眼看着我就要买机票 然后叫我们一起去台湾了吗 然后我妈给我拿这样东西 我想说哎我都不想接受 就他们提出这要求 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面对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哎呦我的天 这会儿他俩跑远了 你们猜我们出来干嘛了 我们出来找食吃 他又开始了 一言不合就跳一段 掌声在哪里 明天就下雪 明天下雪不能 今儿才15度 你看跳广场舞的还有呢 学新舞步呢 哎呦我的天他太淡定了 你吃什么 别人吃吧你别惹人家 走了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看那个人可爱 那个 走 走 那你吃吧 拜拜 拜拜 看这跳舞的学新舞步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假蹦吧都是开杠一席 帮阿丹起下来也订阅 都瞎 这好久都没说这句话了 是不是 我这有时候是看着镜头里面 我这前置镜头 看了镜头里面 我这发现 我说我自己还不太适应 有好几位朋友 我发现他说 他说你这头发可以回台湾来 再来修剪修剪 说这个两边的长度不一样 没剪好 这个就是他故意设计的 这个两边的是不一样的长度 所以这个就不用再修改 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说 这个头发太短了 然后显得脸大 好多朋友还觉得 我这个短头发好像还挺精神的 还不错 是不是 还挡住了我中间的这个皱纹 是不是 好像还不错 我大家都说还挺精神的 我也喜欢短头发 利落呀 好整理 这洗完之后剥一剥 我头发少 剥一剥就干了 都不用吹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妈就是上这个出入境这一边呢 把她跟我爸爸办的那个证件取回来了 办的挺快的 然后呢 现在就有这个证件号码了 我就可以这个买机票了 这两天我着手买机票了 然后呢 他们就是给我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要求 给我整尴尬了 真的 太不好意思了 我爸爸呀 其实前几天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 就是打算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爸爸妈妈 他们以前去过很多次台湾 我爸爸最后一次到台湾来的话 是1918年底 然后19年 在我这里过的年 19年3月吧 3月 2月3月的时候 回去谁样的 就我爸爸 那我妈的话呢 就老粉丝朋友可能知道 我以前讲过 我妈妈的话呢 就是因为 塞加照顾我外婆 因为我外婆的话 就是年龄大了 90多岁 然后她就有点失智 所以说就是他们 姐妹几个人的话 就轮流照顾我外婆 那我妈的话呢 就是没有办法走开 因为照顾老人 这件事情吧 好像不太简单 就是其他 叫我妈妈的姐姐 跟妹妹什么的 觉得说的 有点辛苦 他们每个人轮流15天 我们家现在这个房子 其实就是为了 就近照顾我外婆 才搬来这里的 要不然我们家 另外一套房子 在这个 另外一个区 然后呢 就是 我妈的话 可能就是15天 一个人 然后我妈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早 接班别人 就是别人的话 就少做几天 所以说我妈 那个时候就不方便 她说她要是来台湾的话 然后那其他 那个她的姐妹啊 就照顾我老的时候 就是有点更 可能更承担不起吧 承受不起 所以说就是 因为他们觉得说 我老有点失智了 稍微有点闹人 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就说 那没闹我呀 我不觉得 没闹我 所以说就是我妈 做的更多一点 她就好几年 都没有来到台湾 我妈最后一次 来台湾的时候 在我家里有那个照片 我台湾 我家里有那个照片 大概是在我女儿 三岁的时候 你看现在我女儿 都11岁了 所以说我妈 大概有七八年 没来台湾了 那这一次的话 就是再跟我到台湾来 我刚才说前 前几天的话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爸跟我说啥 因为我爸爸以前 就是来过很多次台湾 然后我妈我爸 其实他们都知道 就是沈阳跟台湾的物价 还是有差别的 台湾的物价 相对来说会贵一些 因为这个物价的话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说 你沈阳那个物价很低 怎么样的 就说这个物价 我跟大家讲 物价我觉得跟收入有关系 对不对 他收入没有那么高 沈阳 他那个物价不可能那么高 对不对 还是成一定比例的吧 像你看南方的话 他们的收入的话 相对来会就高一些 那他们的这个什么物价 就比沈阳要贵一些 是这样 那我爸妈的话 他们以前来过台湾呢 就发现说 就不管是夏天呢 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菜 因为沈阳的话 说实话就是你自己煮菜的话 相对来说更便宜 然后那些菜呀 包括水果什么的 还是台湾相对来说贵一点的 所以说我爸妈就是觉得说的 好像怕他们去了 可能怕给我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吧 我爸前几天就说 说这个 上你那去的话拿点钱 一人能带多少钱呢 我说不要 便不要拿着 一人能带多少 一个人就带那些 就是我爸知道有个额度 就是一个人去台湾 能带多少钱 两万对不对 然后我爸那意思就说 说就一个人带两万过去 我说不用 不用你们钱 就是这么说 就是我爸可能也是想说 不想花太多我的钱 然后我爸说呢 就说他跟我妈都有退休金 就当把退休金就给我 就带去了 就是他们的开销什么的 别给我造成压力吧 没说的这么直白 咱们就说 咱们不有退休金吗 把退休金带着 就这样 我有工资吗 我爸这么说的 但是我没想拿他们的 然后呢 最有意思的是我妈 这不是我妈 今天上午去取证件去了吗 取完证件出来 我跟你大家讲 真的给我拿信封袋 给我装着现金 就给我拿回来了 然后直接就跟我讲说 这钱拿台湾花去 我说不用 我说拿台湾干啥呀 我说不用 我说还差你们两个 这个人吃饭的这个钱呢 我说什么都不让他们拿 然后我妈 我爸他们就希望 就是我把这个钱带走 他们可能也不想 让我花费太多吧 真的全都就替我 着想 就我爸妈 我不打算要 那有的时候 像这个刚才 我就是 刚才跟我女儿出去 要去外边玩 去走一走 中午女儿 那个什么 上完课休息嘛 然后我就想 那我说 那我是应该顺吗 顺他们的意吗 还是说 就按照我的坚持 就想说 哎呀不要 干嘛要我爸妈的钱 虽然说 我是独生子女 就我们家 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孩 他们的早晚都是我的 但是我也不想说 现在拿他们这个钱 好像我生活过得很不好吗 就是我父母 可能去了我家 我都承受不起 还需要他们拿钱给我 应该不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我想说 就是添两个筷子 添两个碗的问题 就能花费多少呢 所以说我真的不想说 收他们这份钱 但是也怕 也在想说 是应该顺从他们的意思吗 孝顺孝顺的 顺从是不是其中的一点 我想说要不要顺从他们的意思 他们要给我拿 我就带着 但真的你就带人民币 我还要再回去换台币 真的我觉得说 花这个汇率都不划算 所以说我就是 我从来没有说 从这个什么 就是你看我之前 我女儿那个 我过年 我老公每年拿那个 人民币给我暴风暴 那个钱 那是我妈偷偷塞在 我女儿衣服里的 有一年我从这个 沈阳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呢 是我进去海关了 我妈给我发微信 哎呀 看了点那个兜里啊 我给那个 就说给我女儿兜里边 放了两万块钱 哎呀 给我气完了 就想说 这两万块钱咋办呢 不是还得报备吗 所以说就是 我从来没有说什么 这两边拿钱 或者说我拿台币 回来台湾 再换呢 再花什么的 从来都没有 就是我人民币的钱的话 我有一些 以前我的积蓄什么的 那就是 供我们回来台湾 回来沈阳的时候 花用 像包括跟我老公 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啊 什么的 都是花我在沈阳以前的积蓄 所以在台湾的 这些收入什么的话 就在台湾用 所以说我都从来 没有这样拿个钱 我觉得说换那个汇率啊 不太划算 然后大家觉得呢 觉得我应该 收我父母这个钱吗 我今天一看完之后 我当然 我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不用不用 我说还差你们 这点钱了 我说不用 东西也没有多贵 我说我们 用我们在台湾的收入 看我们在台湾的东西的话 我说不能说 你用沈阳的收入 再来比这个台湾东西的价格 我说那当然不一样 我说我不这么比 就好像说你看我在台湾 我假如说 我用我们台湾的收入的话 我回沈阳一看 我说哇塞 啥都便宜 菜也便宜 什么就举例说 我爱吃那个贝贝南瓜 台湾卖 我在桃园买过的时候 我买大概50块钱左右 一斤 600克 对不对 在沈阳的话 大概是3块钱 500克一斤 那你看3块钱 假如乘以这个汇率5的话 15块钱台币吗 那也差挺多的 对不对 但是就是我一回来 我冷 我就是突然间一看的话 这个物价 我就说哇塞 啥都便宜 就这样 但是我妈我爸 他们是从沈阳 突然间到台湾来的话 他们就用沈阳的收入 来看待台湾的这个价格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啥都贵 所以说这正常的 这我很理解 这就是我以前也这样啊 我刚到台湾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哇塞 这小笼包这么贵啊 就是因为 而且是看到那个数字 你知道吗 我们那边的话都标几时几时 然后几百几百 对不对 你在这边 都零点几 几毛钱 几块钱 就都算贵的菜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就是 我知道说这种 他们突然间一过去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 什么的 但是你说 他们要给我拿钱的话 哎呀 就像我说 虽然我知道说都是我的 但我也没太想要他们这个钱 大家觉得呢 给我出出主意吧 大家觉得我应该收下 我父母这个钱这份行义吗 你们觉得呢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了 喜欢阿达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 拜拜